卤肉饭在台湾快餐市场的地位 就如同龙江猪脚饭在广东一样 无论是台南台中台北遍地开花 带皮的猪腿肉放进锅里焯水 由于顾客较多一次要放十多个猪腿 捞起来冷却后再改刀成小块 台式卤肉饭讲究的是肥瘦相间 所以先将瘦肉踢下 同时割下带肥的猪皮 然后包上瘦肉再用竹签串上 均匀搭配吃起来既不腻也不柴 炒卤料最为关键 新鲜的葱在油锅炸到金黄捞起 然后加入大蒜爆香锅面 最后倒入肉块翻炒 这一大锅接近60多斤的肉却只够卖半天 足以见得受欢迎程度 接着倒入一大壶酱油 然后再加一勺老卤水 也算是店铺的独门秘籍 中途还要加一瓶高度米酒 去腥又提香 翻炒到上色后 再用勺子舀到老卤锅里卤制 然后铺上炸过的香葱叶子 小火卤制两小时 猪腿里面丰富的胶原蛋白 让汤汁变得浓稠 肥肉里的油脂完全释放 肉质软烂多汁非常的诱人 一碗米饭搭配两块卤肉 最后浇上一勺灵魂汤汁即可上桌 超长时间的卤制肥瘦早已融为一体 瘦肉吸收肥肉的油脂 肥肉同时繁补给瘦肉汁水 吃下去不干也不柴恰到好处